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曾經有一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套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發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星運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星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 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最後終於輪到你們了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處女座 農曆九月要注意的事項是什麼 首先掌聲鼓勵一下 本人不是處女座 但是又在聽這個星運片段的朋友 那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自己不是處女座 又要去聽處女座的東西呢 當然 很大的機會就是 原來處女座是你們身邊很重要的人物 例如 在拍拖的男女朋友 或者你們的老公老婆是處女座 所以我首先要掌聲鼓勵一下你們 因為和處女座拍拖 是向高能度挑戰 是一件非常浪費人生 以及很不珍惜生命的一個舉動 但是 你們竟然可以去掌聲鼓勵這個挑戰 然後你們也是對這個關係 都很有投資 肯去聽聽對方的聲運 所以為什麼我要去獎勵一下你們 尤其是真的 如果和處女男拍拖 簡稱處男座 這簡直是一件折磨自己的事情 Anyways 所以我給你們一個獎勵 首先你們是肯去恨苦的人 不怕艱辛 還有我都給一個開心的消息 什麼消息呢 就是隔了很久的沒有溝通失聯的狀況 可能那個處男座或者是處女座 他可能真的人間蒸發了 但是原來這個農曆九月 他終於會想起你了 他會回來找你的 OK 又或者我就算當他一向都已經有找你 但是他會更加柔軟 更加沒有那麼挑剔 沒有那麼囉嗦 OK 沒有那麼嚴苛 對你 你會覺得他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脫胎換骨 為什麼忽然之間這麼溫柔 這麼甜蜜 這樣 OK 這個是處女座會發生的事情 OK 但是當然 最大受到得益的人 就是處女座的伴侶 好 講完這一部分 我現在就真的講回處女座本人 處女座本人 這個農曆九月的focus 會是怎樣增加你們的正財收入 OK 尤其是 還有這種是很Stable的income 不是說一次過才想著去賺一個大錢 是想著怎樣以後有一種長遠穩定可靠的收入 但是尤其是是通過什麼的途徑呢 可能是通過一些比較骯髒 比較不見得光的途徑 甚至可能是犯法 可能就一些法律 一些灰色地帶 又或者你們會想起以前想過的一些生財的大計 一些的巧 又或者你們會找一些親人 舊的朋友去幫忙 為什麼無端端會想著去生財呢 為什麼終於要去面對這些實際的事情呢 可能我當時勢太艱難了 現在香港百業蕭條 全球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都不得不放下面子 或者不得不去放下自己少少做人的道德底線 去降低一下 然後都要想一下怎樣去顧好自己的面包 這些比較實際的生活 OK 還有也有可能 為什麼無端端驅似你們要去想著多錢呢 就很搞笑的 可能因為你們想拿些錢來做一些開心的事情 去滿足你們一些的興趣 例如 可能你們想著去買 要賺錢去買一個模型車 要去買一個很大的什麼積木 那些什麼模型 那些什麼模型 那些這些東西 或者跟古董也可能有關係 或者是跟一些建築物 這些東西有些關係 因為在那個星盤 我看到一些類似這樣的因素 可能是因為這些事情 而忽然之間令你們覺得 錢很重要 我要用它去買這些東西 OK 最後 農曆九月也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有一些很石破天驚 跟錢銀有關的消息 可能是會爆出來的 OK 又或者是一些跟小朋友有關係的消息 會爆出來 例如什麼東西呢 例如你的伴侶跟你說 原來他有了你寶寶 OK 所以其實這個不單是跟小朋友有關 也都會跟錢有關 因為當你去養個寶寶的話 其實你接下來是要牽涉很多的錢 對不對 或者如果差一點 可能一些跟墮胎有關的東西 OK 不過作為一個宗教信徒 我就堅決反對墮胎 OK 希望大家不要想這些事情 因為是在做很多的業 還有 能不能收集